7月8号孙耀威出席新碟前场会吸引200多名歌迷捧场 孙耀威已有十多年没有搞签名会了 这次的新唱片推出不足三个星期 已接近金唱片的销量 猪大哥在各排行榜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谁原来终于我 外境都解冒 你深深处也够有河头 研究能比重 愿你也生动 想用一马大怪变成功 今朝天气正我动 向研究组合 愿我潮测过你 真的很开心 然后因为之前两个星期已经是香港的销售榜的第一名 然后听说下个礼拜很有机会又在第三个礼拜又在第一名 所以真的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一开始卖得很好的时候会担心 会不会都是以前喜欢我的歌迷 他们等太久了去买人 买完之后就没人买了 结果发现原来真的很多人就是我的新歌 然后最近我的第二首新歌又拿到排行榜的第一名 我第一首歌已经是上一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事前恋后 然后没想到我第二首自爱 然后又拿到那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所以我发现真的有很多新的歌迷也会想买我的唱片 所以销量越来越好 我真的很兴奋很兴奋 觉得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回来香港 然后不去拍戏这个决定是对的 早前他被拍下雨良女出海滑水 孙耀维举志两个女子只是表弟在英国读书的同学 他们回港度假才相约去玩 问到目前的感情生活如何 他表示一切与工作为上 没有了那个只是我的 因为我的表弟他从英国放暑假回来 然后因为我跟他感情很好 所以他每次回来他妈妈就是我姑姑都会说 帮我好好照顾我这个表弟 然后他回来然后他想去滑水想去Wickboy 他知道我常去嘛 所以就带他跟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一起去 那些女孩子我的不认识都第一次见面 然后就带他们去滑水 后来也没有再见面 所以绝对不是什么新恋情 但是如果有好的漂亮的我 我去追一个搞不好 但是还没有这个动作 有的话再告诉大家吧 哦 好了 每 ontęd上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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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寒 我愛你,我愛你